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我们这一集节目也请帮我们按赞 今天要来聚焦这个乌尔战争的状况 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各国陆陆续续的援助许多这种重武器 逐战坦克什么的 我们那时候还非常开心 可是最近话题转到了F16战机 有蛮多国家就在讨论说要不要送 那当然美国是最大的军火的支援 人家就问他你要不要送 这个军援乌克兰F16战机 拜登很明确的表示说不会 那英国也是说这个不切实际 拜登表示不会的原因 美国要送的是F18 还有F35 真的假的 你不要乱讲 一定我又在那边 又有人当真了 明天就发消息 头版头条 没有啦 是拜登是说不会 还有笑的 拜登确实是说不会 对 是记者问他嘛 对 很快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呢 主战车大家都送得很开心 为什么战机大家就觉得不要送 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 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是根据战场的状况 战场的需要 做援助 而且是有阶段性的 这个我们都看到了 对不对 我们在一集里面也解释过 刚刚开战的时候 乌克兰一直要求 这个要射禁飞区 美国跟北约都不同意 后来证明 真的是不需要 你看俄国战争现在打了一年了 快要一年了 对 俄罗斯的空军发挥了什么 力量 对 我们都没有听到什么 对 反而是很多 不少飞机跟直升机被打掉 对 所以 这场战争 乌克兰方面 其实后面就是美国在策划整个战争 是美国在策划的 所以 他根据他的情报 他的对于战场的这个状况的了解 做出援助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以也不要急 关键点就在于说 美国跟西方国家 不可能让俄罗斯得逞 不可能得逞 但是这个战争会拖多久 也没有人知道 普丁我讲过 一直是 不认输 一定要打下去 那好啊 打下去 打下去就正好中了美国的下怀 我们也讲过美国跟乌克兰 在这场战争里面 他的步调是不一致的 目标是一致 目标是一致 步调是不一致的 美国是希望用这段战争把俄罗斯拖垮 对 拖得越久 他垮得越彻底 对 那乌克兰当然不一样 因为这个战场是在他家里面 他当然希望马上结束嘛 但是乌克兰苦就苦在于说 他没有足够的武器 人 算是有 但是他没有足够的武器 他必须 依赖西方国家的援助 那西方国家的援助 我们可以讲啊 美国其实真的很大方 援助 但是他是有步骤的 我刚提过 他是按照战场的这各种状况 然后来决定要提供什么武器 诚意是绝对有 其实 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列斯尼科夫 我觉得他讲的还蛮好 他说这个no 是说现在no 不是说永远不会 对不对 也许战场的变化到哪天 就需要的时候 他也举出例子 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接受的武器 都是曾经被no过的 对 都是曾经被no过的 包括这个妖物的炮啊 对啊 海马士啊 海马士啊 都曾经是 是说不提供的 对 后来都一个一个都提供了 对 真的啦 就像你讲的战场随时都在变化 那现在我们预估我们之前也说过 有可能春天会有一次大犯工 不管是那个俄罗斯那边准备要攻基辅 或者是乌克兰这边我准备要 从南部反攻出去之类的 总之大家都已经在做一些备战的状况 那的确我们也看到这段时间空防的部分好像一直都是靠就是防空飞弹啊跟俄罗斯那边是靠这个远程飞弹啊不然就是你飞机是在飞弹但是就是射这样子而已 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啊虽然这个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乌克兰要求要射进回去他没有射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不少的俄罗斯飞机被打下来对那到现在维持啊其实开战之后没有多久俄罗斯飞机就不太敢进乌克兰对对对对对对不对不太敢进了有一阵子新闻还说俄罗斯飞机进来之后马上又掉头走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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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掉头走了因为我认为是他的飞机都被干扰到被干扰到他进来之后像像虾子一样他会害怕嘛对不对我本来准备要去攻什么地方的时候突然这个地方不见了找不到了他会害怕的所以他就回去了对那最近不是最近其实也长一段时间俄罗斯的飞机是在做什么呢他就是在射飞弹而已 起飞射个飞弹就走了对而且是在俄罗斯境内起飞之后射了长城飞弹他变成已经变成一个飞弹的发射台了空中的发射台它的作用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对对对这俄乌战争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哪里看到说这种飞机进来啊大规模的轰炸啊或者扫射啊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嗯所以美国我相信他也是根据这些情况判断现在根本不需要飞机嗯 嗯是不是你送了送了F-0下来过来之后然后被俄罗斯打掉多难看啊真的真的啊现在的战争形态已经改变了已经改变了是现在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些长城的飞弹火箭而且是制导的是是是是这些制导的火箭这个飞机 就很容易被它锁定了嗯是不是飞机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废物了对你像这俄乌战争开战后来开战的时候坦克就被俄罗斯的坦克就很惨了嗯对就被这个开罐头几个人拿了赤箭飞弹就把你打烂掉了是所以战争的形态已经改变了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赤箭飞弹它厉害在哪里 它可以射后不管对 它只要知道大概在什么位置它就发射它就走了对那是飞弹自己会去找的嗯所以坦克俄罗斯坦克被打烂了这么多嗯就是这个原因是 那我们刚讲到这种防空飞弹啊这种防御系统我们当然就是要提到这个以色列 大家都在流口水的这个铁穹防御系统 因为这个西亚恩就访问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胡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可能提供乌克兰这个铁穹防御系统尼坦雅胡说 我绝对会研究此事耶 表示他也有在考虑耶不是说完全没有 这个铁穹防控系统先前已经谈过了 就是尼坦雅胡他是回国的总理嘛 他以前担任过他这次回国之后呢 他有跟乌克兰有跟泽伦斯基接触过 因为他想要乌克兰在联合国一个投票上面 支持以色列 但是呢 这个泽伦斯基有跟他提条件 你如果要我支持的话 我要你这个铁穹系统 但是他没有答应 他没有承诺 知识体代啊 对他没有承诺 所以这个乌克兰没有支持以色列而是 弃权 而是投了弃权票 有这个事情 有这个事情 所以他现在这是最近才接受 昨天还前天才接受了访问 那表示说他确实有在考虑这个事情 而且他在这个访问里面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讲了很有意思的东西 这也好微妙 他说 他证实了 美国 应该就是这几天 把存在以色列的一批武器 交给了 武器弹药交给了乌克兰 对 然后他还讲说是 以色列 也会 怎么讲呢 他说 以色列老师说也会用 注意哦 恕我不会在此详述的方式 来对付伊朗生产 用于对付乌克兰的武器 你还记得吗 我们上一集有讲到那个 以色列的军工厂无人机的制造厂 被袭击 然后今天他就出来讲说 用我不会在这里详述的方法 来对付伊朗生产 用于对付乌克兰的武器 你就是无人机吗 对啊 我上一集我曾经讲 我不认为这个以色列的攻击 跟俄乌战争有关系 对对对 但是对他讲的这句话 那坦雅虎这个讲法的话 我要修正我的这个先前的判断 所以他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 表示以色列 去攻击这无人机工厂 就是 这个目的 就是这个目的 就是要攻击 你们生产 攻击乌克兰的武器 我来攻击 对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协助乌克兰嘛 虽然说我没有给你铁穹什么的 但是我就是用这个方式让伊朗没有办法再提供无人机 给俄罗斯去对付乌克兰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不过伊朗这个无人机到最后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刚开始确实发生了一些作用 因为 措手不及嘛 对对对对 突然来了这么多东西 是是是是 这个 声音这么大 飞得这么慢 他是不是很大一支啦 后来就很容易被打到 后来就找到方法 很快就找到方法了 因为那个用机票就可以打掉 还有我们还看那个 一个一个镜头是 乌克兰的这个 警 好像是警察 好像拿枪 在地上拿 机枪也打到了 机枪就可以打到 也打到了 对所以 那后来 他这个无人机你看最近就没有消息了 对对 其实美国的那个什么弹簧刀也没有消息了 哈哈哈哈 到底有没有拿出来用 对呀 不是有一个什么凤凰幽灵是专为乌克兰设计的 对呀对呀 结果好像也没什么 那时候 那个时候新闻出来的时候 讲的跟真的一样 对 后来好像在战场上没有听到什么 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这个新闻有关于他 真的 那他最近有个新闻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 透露一个消息 说是这个生产这个死神无人机 MQ9 这个美国要卖给台湾的 这个很厉害 很厉害 这个是肥的很高 然后你根本基本上增长不到 然后他可以射长城飞弹 对 他增打一挺 他是这个通用原子公司 他的执行长说 我们愿意 用一块美金的代价 卖两架 两架给乌克兰 是 听起来很便宜 结果呢 是价格很便宜 他是有 对 但是你没有想到竟然有后续这个 他说这笔交易还会要求基辅 就是乌克兰 花费大概1000万美元 去准备把这两架飞机运到乌克兰 而且你每年还要再花800万美元去维护 不是他这个准备的意思并不是基辅准备 就是他把这个这两个飞机准备好 然后运费也要你出 这个就要1000万美元 光运费就1000万 然后你后续还每年800万的维修 我真的觉得这个生意也太好赚了吧 我说通用不要这样啦 你要送 台湾也要买 就知道为什么人家有时候很大方送 原来就是售后服务比较贵 所以本体就卖你很便宜 是啊 我们以前买那个 音乐的CD什么 那个电子游戏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机器很便宜 机器很便宜 那个游戏片很贵 然后印表机也是很便宜 你就把那个碳夹 墨水夹很贵就一样意思 所以真的是 我觉得 当然因为这一次这个 MQ-9这个事情 乌克兰政府是没有评论啦 所以到底是不是这样 我们也不清楚 他这个要卖的话 也要美国政府批准 也要他批准 那美国其实在过去一年 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700多架 小型的无人机 包括战术无人机在内 所以其实说真的啦 美国真的是 在各方面 不管是军事或各方面的援助 都是大力 最大力 但是这些无人机下场 是不是跟这个 夜郎的无人机一样 到底 都没有人讲 所以 不过我们有看到很多照片 影片 真的是无人机去 打那个 俄军 把俄军打得落花流水 没有 我只看到一个无人机送咖啡给 乌克兰的在豪沟里面的群人 很棒 不是每天都要打仗吗 有时候没有战场的时候 无人机出来也要做做事 这样也是不错的 对啦 好啦 Uber 这样子送也不错 无人机 无人机 没想到他要出镜 他刚刚一直在我这里摸来摸去的 好啦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 拜拜